好,我们刚刚讲了几个生命现象的名称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这些生命现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第一个要先来看的呢,使则是代谢 因为它是我们对生命现象了解的一个基础 OK,好,那所谓的代谢呢,我们来 有这个名称的话,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定义 虽然观语学长很讨厌,单纯只讲地义,有一点乏味 不过代谢是什么呢 代谢呢,指的就是发生在生物体内 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转换的过程 其实这句话有点拗口 其实呢,代谢就是发生在生物体内的化学变化 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发生在生物体内的化学变化 那为什么要发生这些化学变化呢,其实它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维持生命,OK,为了要维持生命 如果没有这些化学变化发生的话呢,那你知道怎么样吗 原本呢,就是你可能是活着的,那你身体里面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化学变化 没有这些代谢的话呢,你就会挂掉 你就会没有办法维持生命 OK,所以这是代谢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 OK 那代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个呢,称为同化 同化代谢 或者呢,我们可以讲比较平常一点的术语 就是合成作用啦 那另外一种呢,则是所谓的异化代谢 那异化代谢的话呢,用平常的术语则是所谓的这个分解 分解作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化代谢 同化代谢呢,是将较小的分子 你看要合成嘛 所以当然是将小的分子转换成较大的分子 就是转换成生物所需的物质 那你看你要把小的变成大的 会需要能量 通常会需要能量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光合作用 OK 光合作用我们在国小程度的时候呢 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呢,植物可以给我们氧气 它可以把二氧化碳呢,变成氧气 这是国小程度的 那国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植物本身呢 它做这个光合作用的目的 并不是要产生氧气 这是人类自己呢 因为我们需要氧气 所以我们会一直注意氧气 那植物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糖 是这个葡萄糖 那它就可以把二氧化碳跟水呢 在经过光能的情况下 因为植物有叶绿素 所以可以转换成氧气跟葡萄糖 而葡萄糖才是植物真正要的东西 那到了高中的话呢 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要知道 这个的化学是 也就是呢 六个二氧化碳呢 跟六个水呢 再加上光能呢 在这个叶绿素的里面 可以产生葡萄糖 C6H12O6 跟最后产生这个氧气 这个副产品 OK 在更后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上到光合作用的话 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补充说 在这个光合作用的反应物会有水 那反应物 其实跟产物都会有水 好 那这呢 就是标准的这个同化代谢 它的目的呢 是为了要产生更大的分子 叫做葡萄糖 那就是呢 把我们原本 我们一般所不能使用的光能呢 转换成生物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化学能 而这个化学能呢 就储存在这个比较大的分子 葡萄糖里面 OK 所以它是需要这个能量 需要光能的呢 那这个液化代谢呢 就刚刚好是相反的 液化代谢呢 就是这个 分解作用就是将较大的分子呢 转变成较简单较小的物质 那你想想看 把大的变成小的呢 通常呢 就可以把这个大分子的化学能 释放出来 也所以呢 它通常会伴随着能量的释放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平常为什么 为什么会说 这个你不呼吸的话呢 过很久你会死掉 一开始呢 其实会死掉的 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你身上的一些细胞 比如说 你身上最需要氧气的 这个脑细胞啊 或者是心肌的细胞 那我们平常呢 一开始要澄清一下 有两个词 一个是呼吸运动 还有呼吸的作用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什么是呼吸运动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讲一下 什么是呼吸作用 OK 那呼吸运动呢 就是当我们做吸气 吐气的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这个氧气呢 好 氧气 呕吐 跑进我们的肺泡里面 那肺泡呢 旁边呢 有这个微血管 氧气呢 就可以跑进 这个微血管里面 那红血球 就可以带着氧气呢 跑到远端 跑到远端的 这个微血管呢 然后把这个氧气呢 释放出来 到我们的组织细胞里面 而组织细胞呢 会产生会一些肺的气体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二氧化碳 然后呢 这些CO2呢 也是一样呢 会随着我们的血管呢 在跑跑跑 在最后跑回呢 肺泡旁边的这个微血管 那这个CO2呢 最后再跑到肺泡里面 那被我们在吐气 呼气的时候呢 就给它吐出来了 那这也是一样呢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呢 或国小的时候呢 我们跟光合作用 在专注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呼吸的作用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的也是呢 把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不过呢 这都不是光合作用 跟呼吸作用的真正重点 其实呼吸作用 我们之所以真的会需要它呢 是因为我们把氧气 弄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的细胞在做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细胞呢 是把这个氧气 跟细胞里面的葡萄糖 去做反应 反应了之后呢 虽然的确会产生二氧化碳 也会产生一些水 可是最重要的是 它会产生energy 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把 下面的这个反应呢 称作呼吸作用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把呼吸作用 跟呼吸运动呢 分开写了 我再说一次 呼吸运动是什么呢 是你把气体 吸到你的肺里 然后经过肺泡的 这个交换氧气呢 还有二氧化碳呢 跑出来 好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你最后又把这个二氧化碳 呼出来的过程 这个动作 这个称为呼吸运动 可是当跑到细胞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氧气在干嘛呢 这个氧气在做什么呢 它最后为什么会变成二氧化碳呢 因为这个氧气在这里 它跟葡萄糖去反应了 然后呢 产生这个二氧化碳跟水 还有呢 最后它可以释放出能量 所以我们把下面呢 这个呼吸作用的反应式呢 就是写在下面 也就是呢 葡萄糖加六个氧气 变成六个二氧化碳跟六个水 加上能量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它跟光合作用的反应式呢 刚刚这个绿色的反应式呢 刚刚好是倒过来写的 所以你看哦 它是将一个较大的分子 转变成较小较扁 简单的物质 而且伴随着能量的施放 所以我们可以说 呼吸作用呢 是液化代谢 那我们再整理一次 同化代谢 它的这个粒子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光合作用 那液化代谢呢 它的举例呢 我们就可以说是呼吸作用 那还有没有其他例子呢 当然是有的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种物质 它的分解跟生成 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 好 我们的肌肉呢 我们的肌肉是由什么东西构成呢 我们的肌肉其实是由氨基酸呢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分子呢 小分子的东西 那肌肉呢 里面呢 其实是由蛋白质 这个大分子的东西 蛋白质所构成的 不知道大妈听过一件事情 如果你身体想要变壮一点 像是这个吴建豪一样 你想要跟他一样 身体想要变壮一点 那要怎么办呢 你一定就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并且多做一些重训 为什么要多补充蛋白质呢 因为进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呢 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在微血管里面呢 才能够呢 被运送到我们的肌肉细胞里面 然后当我们在这边 好好做重训的同时呢 这些肌肉细胞呢 会把这个氨基酸合成 或者是同化成这个比较大的 蛋白质分子 OK 把小分子的氨基酸 变成大分子的蛋白质 这就是同化作用咯 这个过程就是同化作用 而如果呢 今天呢 我们把吃的东西呢 吃得太少了 我们的葡萄糖不够用了 我们无法呢 单纯呢 用呼吸作用把葡萄糖分解 产生能量 那你知道你身体现在会分解些什么东西吗 我们可以分解脂质 也可以分解蛋白质 所以呢 这个蛋白质呢 原本在你的肌肉里面 它就会分解 就会抑化 变成氨基酸 同时伴随一些能量的释放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很多天不吃东西的话 你身体储存的糖类 如果不够了 那可能就会开始分解你的蛋白质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些生病的人 或者是生命末期的人呢 因为他们胃口变差了 所以你看原本贾伯斯是这么壮的 他在介绍iPhone的时候这么壮 可是当他到快离开的时候呢 他却变得这么消瘦 为什么 因为呢 他的肌肉呢 开始不断的分解 变成比较小的这个氨基酸 以至于提供他能继续活下去的能量 因为在生涯的末期 他已经没什么体力吃东西了 所以开始在分解他身体里面的蛋白质 所以从氨基酸变成蛋白质是一个同化代谢 而从蛋白质变成氨基酸则是一个抑化代谢 所以同样的呢 如果是葡萄糖 他的生成或者是他的代谢 或者是蛋白质他的生成 他的代谢 都是跟我们这些同化 或者是抑化的代谢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 代谢是什么呢 代谢就是发生在生物体内的化学变化 为了要维持我们的生命 如果没有这个呼吸作用发生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会没有能量啊 这样我们就会挂掉 那如果没有光合作用的话呢 能量就没有办法储存在葡萄糖里面 也就没有化学能 这样我们其他的生物 也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葡萄糖啦 所以我们也都会挂掉啦 所以代谢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命现象